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是力郎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男子能听懂动物说话 并救助动物的电影 怪医杜利德 小男孩杜利德天生就有能听懂动物说话的天赋 没事就跟家里的狗狗聊天玩 而他的父亲却并不理解 认为他是中了邪 还请来了一个牧师为他驱魔 并把狗狗给送走了 看着离开的狗狗 杜利德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内心非常的吃落 从此再也没有跟动物说过话 转眼 杜利德也长大成人 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并开了一家诊所 由于事情的繁忙 其杂事的干扰 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能与动物沟通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 杜利德开车回家时 差点撞到了一条流浪狗 而且还听到流浪狗骂他 杜利德以为是幻觉 急忙开车离开了 回到家后 杜利德发现阳台上来了一只猫头鹰 向他求助 让杜利德帮他拔掉翅膀上的刺 对杜利德来说 这就是举手之劳 结果 猫头鹰把这事告诉了更多的小动物 他们都来找杜利德寻求帮助 吓得杜利德连忙开车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而医生却说 他身体并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能听到动物说话 那你应该去看的是心理医生 第二天 杜利德在路上看到昨晚骂他的流浪狗被抓了起来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杜利德便来到收容所 把他领了出来 顺便问问狗狗为什么能听懂他说话 结果没问出什么 狗狗反倒讹上他了 说 昨晚上车撞得不轻 过分了啊 于是 杜利德干脆把他作为礼物送给女儿 还给他取了个名字 叫吉利 到了晚上 杜利德准备休息时 门铃响了 打开门后 外面站着的却是几只小羊 接着更多的动物来到了杜利德的家里 他们都是从猫头鹰那得到消息跑来的 而杜利德是个善灵的人 一一帮他们解决问题 给一只酗酒的猴子提了一些好建议 还给一匹警用马配上了一副眼镜 不然他将被开除了 这时猴子又告诉杜利德 因为他喝多了 把一只马戏团的老虎给放了出来 而老虎因为病痛的折磨 准备要跳楼轻生 于是杜利德马上跟着猴子 找到了正准备跳楼的老虎 先是一番安慰 接着又承诺能帮老虎治好病 如果做不到 就吃了狗狗吉利 听得吉利好无语 干嘛扯上我啊 接下来 杜利德开始寻找治疗老虎的方法 在这过程中 他还遇到了一只病危的老鼠 对 没错 是老鼠 为了抢救他 杜利德还给老鼠做了人工呼吸 把在场的人都看懵了 因为这事儿 杜利德不得不对妻子说出了 自己能听懂动物说话的事情 但是妻子非但不相信 还把杜利德送进了精神病院 在这里 医生用一只猩猩对杜利德进行测试 结果猩猩并不理他 所以杜利德只能留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这时杜利德跑来对杜利德说 老虎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得马上救治才行 于是杜利德通过医生的小猫 知道了医生喜欢穿芭蕾睡衣 而且还是蕾丝鞭的 并以此邀请医生放他出去 但杜利德回到家后又决定 不再跟动物们说话 不再理会那些需要帮助的动物们 因为没有人相信他 他不想再让人误会 但女儿是相信父亲的 并劝说父亲做自己想做的事 不要在乎别人一样的眼光 女儿的一番话让杜利德非常感动 得到了女儿的认同 杜利德决定做回自己 找回失去的自我 马上跑到马戏团 偷偷地把老虎给接了出来 这事还引来了警察和记者 但大家都没有打扰杜利德对老虎的手术 而妻子也从杜利德父亲口中知道了 丈夫能与动物沟通的事实 而后 杜利德顺利地完成了手术 治好老虎 赢得了在场观众和动物的赞扬 本篇宣传了人与动物要和平相处 要关爱他们 照顾他们 因为爱他们的同时 也是爱我们自己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有能听懂动物语言的能力 你又会去做什么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